吊头灯 左边有个车 这边按针点 这里可以吊头 你可以体验一下 吊头的快感 二胆吊的附近 应该可以 这个车低扭还可以 上不去啊 跌扭 挂不进二胆 是吗 它很难 它那个车速太快进不了二胆 对 强挡啊 还有就这个变速箱的同步器有点不行了 但是你换挡还没有看出来 是因为你换的位置比较精准 我还行啊 这样进去的话 但是我好像强挡进去 强降挡好像不行了 你补油油 就你要补得很到位了 如果原厂同步器还行的话 你进得去的 所以这里面后备 后备箱还有一个备用变速箱 等着这个彻底挂了以后换上去 要不要你开一下 给我看一下 我开不出来啊 为什么 我开不出来 对 你也开快车的人啊 我开新的快车还可以 就油门 无脑到底就可以了 你手挡不会开 没那么精准 对手挡开得很 很很烂 哇那个 离合得很好踩 对离合还蛮舒服的 嗯 如果在这边 租一个这个车是很难租得到 就不了了 因为 出车公司你肯定是 都是省油的 对 对 晚上出来流差 再晚一点没有那么多车 对 如果在国内这种开发的话 左窗右差 其实没所谓的 估计在这边就给人吊死 对国内直接公司就在那里等了 是啊 他妈的 后面有个大路主啊 能过吗 过不了 哎 真没赢 特斯拉还要跟电动车尬了 跟电动车尬了 这里没有数123 马转就转了 对 好 嗯 那么 实际上 感谢观看